你能不能让我省省心呢 啊 那我怎么老不让你省心呢 你让我省什么心了 啊 咱们小区配电视那个总闸 有点小问题让你去看一眼 谁让你擅自动手去修了 我不行 你对一下就很好嘛 你股心好了 好像坏了 什么叫好像坏了呀 直接让你给干瘫痪了 我就问你 你对这总闸做了些什么 我可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他怎么瘫痪了呀 你说你可真行呢 啊 电的知识你也不懂 你也不会修电 你怎么就敢上去动电呢 谁说我不懂呢 那我成天拿手电筒巡逻 我要手电筒变住 你要能让手电筒变住 你就是有毛病 这么跟你说 赵经理 就小时候 只要我爸我妈 敢买酱油电器 我就敢给他拆了 你那是败家 什么败家呀 我要搞研究 哎 为了拆开 我一样一样的 琢磨清楚 看清楚 我咔 再给他装上 肯定少不少零价 不仅没少 还多了好几个呢 你那一刻 你还发家致富了呗 站起来 太不像话了 我告诉你啊 由于你的失误 造成小区整个停电 给人家业主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物业已经决定了 对你 罚款五百元处理 五百 这五百太多 关键我现在 我没带那么多钱呢 我给你垫上了 你下月发工资 别忘了还给我 至于吗 至于吗 那每个店 就至于这样吗 那老祖宗 下城的有店呢 你不必耽误你计划吗 咱们老祖宗 花几千年的时间 好不会把我们 弄成现在这个样 让你咔嚓一下 就会弄回到 进化前了 干干嘛干嘛去 你看 你看赵经理 你看赵经理 这点 你要改 你别老跟我板个脸 你给我笑一个 我跟你笑什么笑 以后你少给我 惹点祸 少出点错 或者你立功受个奖 你别说对你笑了 我跟你跳一个都行 跳一个 你看你 别生气了 大结巴 大结巴 你们物业还行不行了 停电之前 能不能给小区的业户 吱一声啊 什么坑的 咋的 停电你掉坑里了 掉什么坑里了 人家大美姐 刚买一个纹梅机 正在那摔摔 给我纹梅 你这哗就停电了 刚闻完一只 这只啥啥 哎 赵经理 以后你小姨子 就不叫二米粒了 他就是江湖上传书 赫赫有名的 大侠 一只梅 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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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要跟他扎双眼皮的话 我告诉你 你这不是瞎掌的 你直接给我掌瞎的 你知道吧 这样 阿米亚行了 别说了啊 你现在赶快到咱们小区外边的美容院 把这只给闻上 这玩意多吓人呢 我这是磕着呢 我知道 你说你能无业干啥呢 能不能事先通知一声 是是 我磕人呢你说呀 是是 这都什么玩意呢 算了 谁啊 阿米亚啊 阿米 阿米 好好说 你这点啊 多点东西 什么眼神啊 什么多点东西啊 人缺点东西啊 哎呀 你缺点东西啊 缺一条眉毛 你就别说话了 你也别说话了 不干了 那这个挺店 你这个午夜怎么不通知我们一生呢 是是是 那个王叔啊 您别着急啊 这个责任赖我们 是吧 他这个电闸坏了 这个电闸好好的 他怎么就能坏了 哎 那个 是这样 那个电闸有点小问题 哎 咱俩也是好心 就去腿弄一腿 结果一下没弄好啊 就给弄坏了 我躲不下来 我躲下我弄死他 我 不是 干嘛呀 回来 回来 回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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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我那一杠鱼了 回来 你说这挺个电闸 我们还能回你一杠鱼 你知不知道 俺家养了一杠鱼 你知道吗 特别好看呐 这两天我就觉得 那个鱼杠 那个水啊 有点浑 我先给换一换吧 哎 今天有时间 我给换了 换完之后 汽水得打氧 你知不知道 对啊 我打氧鱼就得缺氧 啊 我杠鱼打氧 惊天了 可怜我那一杠鱼啊 在那杠鱼就这样的 那个 王叔啊 这是只此刻 你比这鱼都难受啊 你捂的我更难受 王叔 你起来吧你 一边这样 你再给王叔捂死喽 来来来来 你就是笑笑气啊 你看看 啊 你给他们业主 造成多大的损失 那个 实在不行 看死几条 我赔你呗 你说那个话 那个庆丑 你赔得起吗 我那都是好品种的 热带鱼啊 这什么鱼 热带鱼啊 我以为啥鱼呢 没带鱼鱼就不用了 我二大爷专门养这种鱼的 是吗 他在周山 有个养鱼石 全是带鱼 一空一空 我那是 热带鱼 你这个带鱼 两带鱼不都是带鱼吗 牛姨啊 那个啥 叫牛的 别走 小米片 快过来 你坐下 早点啊 这个 归你了 宝马车 你开着 银行卡 随便刷 好 都给你了 给你了 妈 我刘姨咋的 受啥刺激了 不是 你刘姨想认得干不欲虐 对 就这事啊 完了 就都给我了 给你了 哎呀妈呀 我的梦想提前实现了 我挤双手上脚同意 刘姨 那个 你看现在 我是不是得改口 跟你叫妈了 真宿命 讲了 刘姨啊 您就是我亲妈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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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不是也该 搬去跟你一块住了 没错 我告诉你说 咱家里房子 有的是 你随便住 妈 哎跟您说 我这人没有别的爱好 我就喜欢花钱 好啊 这个好卡 随便刷呀 那我外号 是花钱大王 妈 妈呀 这辈子没别的 就是发愁啊 这钱怎么花出去啊 没事 妈 我跟你说 有我在你瞅啥呀 首先 从头到脚 给你打造一番 打造一番 哎 头发染他七个色 身上都是窝窿眼 下身来个花裤衩 脚底踩个踏了板 哈哈哈哈 啥呢 然后我就戴着大金脖子 开着你的大宝马 好 妈 你坐旁边 嗯 你们他 坐后边 咱们就一路 开到国外旅游去 哈哈 咱们第一站 先上哪呢 哪 迪拜 啊 迪拜啊 第一站就去迪拜 妈 你去迪拜 没去 那就好办了 那个 咱们到了迪拜以后啊 入住那个七星级海底捞酒店 啊 算多了 算什么多了 那个 那个 吃海鲜大餐 不是吧 咱吃完海鲜大餐呢 咱就回到房间睡觉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你们四周啊 都是鱼 游来 游去的 我们进入了同大世界一般 第二天早上醒了 咱俩就拿着银行卡 啊 你去逛商场 咱们就一路逛 一路刷 一路逛 一路刷 刷就刷就刷就刷 全部刷光不回家 耶 啊 这钱都刷光了 咱们怎么回家 那怕啥呀 到时候您捧着个大破碗 我就跪在地下负责喊呗 要慢呀 妈 妈 我问一下 妈 哎呦 快 快拉倒吧 打起来 太能造了 他最近不认了 不认了 刘姨啊 你别害怕 我跟您说吧 我刚刚在屋里的时候啊 我都听见了 其实我刚才那是逗你玩呢 你说你们这帮孩子 逗你刘姨干啥呀 哎呀 老妹啊 我早就跟你说 用金钱哪是砸不来感情的 刘姨姐呀 这个道理我懂啊 这个道理我懂啊 你说我吧 刚才看着孩子给你吃药的时候 我是特别的感动啊 你想我吧 就一个儿赛伙伴 我像有个头疼脑热的 连个端茶送药的都没有啊 我要是像儿子了我 只能在视频上给你显个面啊 看得见我摸不着我 我这心里头苦啊 哎呀 妹子啊 你苦啥也苦啊 就咱俩俩的感情 我的孩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 你真要是有事需要他们陪伴 他们都愿意去呀 对刘姨我们一定像孝顺我妈妈一样孝敬您 对你就把我们仨都当成您自己的女儿 对我们仨呀 您随叫随到不用您送东西 其实啊 我有没有别的想法 我就想啊 每天有人身边关我叫声 妈 妈 就你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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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些日子 别走 让他们天天叫你妈 让你自己关购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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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厉害 我和你们就不一样 我一年检查四次 而且就两个字 健康 小一方 干啥去了你 锻炼身体 你怎么老迟到半个小时 多睡半个小时有意思吗 我渴了 买了一瓶富宏靠天水 别看钱顺芳 别看他是大老板 但是锻炼身体一次都不浪 挺好的 好了 美余 我教你的三步上篮 你会了没有 没会 我给你做个示范 再见 你不生气了 哎呀 生气了 生气了 我小姨父的身体 那简直没谁了 哎呀 哎呀 再来一次 来 今天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哎 小姨父 问你个问题 什么 你那个 前两天查题 你去了没有 去了 结果拿回来没有 没有 不是说星期五吗 放心吧 二美剑啊 刚才就在医院了 给我打了个电话 看见咱俩就提前表了 一会就给咱烧过来 哎呀 太好了 哎 你那个大夫没跟你说 当时怎么样 两个字 健康 太好了 你呢 三个字 呀健康 大夫说我缺铁缺钙 缺铁缺钙 太好补了 你买个铁锅 炒点鸡蛋皮 一吃 俩全补上 拉嗓子了 我回来了 小姨父 你的铁包盖 谢谢 宝宝 你的铁包盖 我跟你说啊 人家医生可说你了 缺铁缺钙 回家得补 我听见了吗 真是缺铁 你看小姨父这个 小姨父怎么样 特别好 身体倍儿棒 哎 不对啊 我俩一块锻炼身体 怎么他那么棒 我怎么就缺这个缺那个呢 哎呀 不要 其实啊 我跟你说 人吃五骨杂粮 哪有不得病的 就是 你说我健康吧 王大夫我就问他 我说我到底缺点啥 你就告诉我 到底缺点啥 王大夫最后说实话了 说啥 我缺心 哦 那你缺铁不大 等会 小姨父 大夫说你缺什么 心 金子旁那个心 对 微量元素那个心 哎呀 小姨父 我可听说过啊 人缺心可不好 怎么呢 带手机了吗 带了 查 现在就查 缺心 不是我也问过朋友圈 没事的啊 没事 这上面还真有呢 朋友圈里有 对 他说这个缺心呢 就是这个心主要是主大脑 对管大脑的 然后如果大脑如果缺心的话 就会慢慢的萎缩 萎缩 萎缩 然后 我来给你念啊 你看 缺心不光大脑萎缩 心肝脾胃肾 胳膊腿手脚 全方位萎缩 萎缩 反正到最后 你这样的 就能萎缩成我这样 他拿倒吧 回来我就查了 人家说缺心主要是管发育 来来来 你过来 你看我俩 这发育 其实我很好学习 我缺心 跟你开玩笑的 开什么玩笑 小姨父 这时候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身体的情况能开玩笑吗 小姨父 人家大夫为什么在体检报告上 不给你标明啊 说明你这个问题很严重 人家不好意思告诉你 你是家庭的顶梁柱啊 小姨父 没有你不行啊 你现在是 个儿长得挺大 说明你的骨骼发育没问题 但是还有大脑呢 说明你的大脑已经开始萎缩了 哎呦 钱女孩 别在这瞎说 吓唬小姨父 人家上面还说别的了呢 怎么说的 说缺心 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脱发 你怎么奶壶不开提奶壶啊 不是 这上面这么写的呀 就哗哗掉头发的那种 就像扒了瓶的鸡蛋的那种 掉完了 小姨父 你这个鸡蛋是什么时候扒着瓶 五年前扒着瓶 小姨父这上面说了 这个病的潜伏期就是五年 哎呀 然后还说呢 会越来越严重 到最后的时候 可能谁都不认识了 我的天哪 你认识了吗 前面一想 难过 痛苦 完了就去游泳去了 那她是高兴啊 高兴啥呀 她不会游泳 呛着了 然后 一个好心的渔民从这经过 把她救了 她俩相爱了 从此度过了一生 这个好心的渔民是谁呀 好心的渔民不知道是谁 反正就掉四颗门牙 大型的呀 那不我可掉的吗 对了 大型的不是有大美吗 大美在小米丽面前还美吗 大型的一群结恋 小米丽一身相许 俩人过上来 在海边上买个别墅啊 你怎么办 我太惨了 我实际系统 铁门 铁窗 小姨 我爷爷 这从我还报不报了 想复仇是吧 想 复仇的最高境界 就是宽容 宽容 你只要宽容他 你就算赢他了 明白吗 不相信 你现在打个电话 给大型子 你说对不起 你看他怎么办 大型子 你来的正好 我正要报复你呢 你别报复你 不是 我是说 报复的最高境界 是宽容 对 咱们再勾尔了 找宽容啊 听信一下我们 掐死 尤其是我们 你要干啥 我掐死他 掐死他 你也活不成了 我心目击者 我不得报警啊 警察一来 把你逮进去 完了 你住几居室 杨玉生 全赔给他爷爷了 凭啥呀 你把人孙子掐死了 你爱大美是不 大美跟着房子 一块儿嫁给他爷爷了 凭啥呀 因为他爷爷是 隔壁老王了 你这不行 不能嫁给隔壁老王 那行 那不嫁给他爷爷 嫁给 他 小恰 小恰不是要掐死了吗 后来就活了 成了植物人 当大美就跟他相亲相爱 哎呀 真是 你怎么不难受 那不掐 不对呀 这怎么都你说了算的 我说了不算 你说了也不算 你说了更不算 起来 他说了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咱们中国老百姓都要听他的 是 是都听他的 哎 你干啥的 你这 你给我起来 我干啥的 法制宣传员 我干啥的 哎呀不成 我先堵的 我难受 我 我报复他 我 你想报复吗 还是那句话 报复的最高境界 是宽容 你俩 走到跟前 互相拉住对方的手 说一句对不起 来 来呀 你说不出来 别开玩笑 看点点 我也说不出来 别走 别走 对不起 大秦哥 是我先对不起你的 你别怪我啊 是我小气了 抱歉啊 哎呀倩儿 你看弄的我 多不好意思啊 是我对不起你 你看 这些人领域住着啊 低头部件 抬头箭子 你说有点事 我还要老怼你啊 怼你啊 对不起啊 你怼我倒不怕 你家那狗啊 太吓人了 是呀 挺好的 邻居 你说鹰鹅狗 你说弄的咱俩都不好呢 我回头 把他拴起来啊 哎呀 哎 住手 这又打起来了 快松开 松开 哎哎 这个手可不能松开 对对对 不能松 我们俩呀 在互相报复呢 报复他 啊 报复他 你知道报复最高 这些是啥吗 就是宽容吗 哎呀 小鱼哥 你太厉害了 你怎么让他俩和好的呀 你先说说 为啥他俩打起来吧 这么回事 我今天去公园啊 看那大秦子的狗在那 特别可爱 然后我就伸手 想摸他 这种大秦子在那边一喊 那狗就冲我叫 要咬我 然后我就吓哭了 然后倩儿一看 我要哭了 就说要替我报仇 完了 他俩就干起来了 你呀 我呀 现在跟我那弟弟说好了 我让他狗好好训去 你看现在训得可好了 可恋了 都有训狗员了 当然了呀 在哪呢 怎么办 弟弟啊 来了 来了 你大伙表演一下 咱们大伙一块给他鼓鼓掌 好 这边 好 好 大家记住了 报复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帮我 那你帮我说两句话 余小脸 来 哎呦 你干什么事 你啊 别走 大爷 大爷 你这么亲大爷呀 怎么了 你可算来了 来大爷 大爷 来 算了 算了 不是大爷 你这昨天晚上跟我住的院 今天怎么就出来了呢 啊 今儿早晨检查一遍 说我啥病没有 我就提前出院了 那就太好了 大爷 现在又有这么个事 昨天晚上我不是在医院照顾你吗 对对 那我生了点误会 你说说我们经理也不相信我 你给你解释解释行不行 没问题 这事我给你解释明白 好 谁是经理啊 我 我是 经理啊 你这 有这么一个好员工 太好了 昨天是这么回事 昨天晚上啊 你摔倒了 然后他俩背你去的医院 他给你刷压经 对对对对对 是那么回事 花多钱 顾得你 一千五 一千五我还你 三倍看着 大爷良心都过意不去了 不想跟你在客人了 五十二 你看五十五 我垫覆的 他正常应该给我 行了 给你 这不还你了吗 记住 以后别撒谎了 我撒什么谎啊 我 不是 大爷 大爷 你去 你看看你小子是谁 这小伙子 你记住吧 对对对 小脸和这小伙子 送我上的医院 这哪一户 大爷 我昨天没帮您那吗 我 我帮的是这个吗 你怎么就说不清了呢 大爷 你好好跟他解释解释 行不行 给你来一下 我找你当天了 你去哪儿呢 小脸啊 你还得送我上医院呢 干啥呀 我咋看人重影呢 大爷 顺便啊 我也看看大夫 我也重影了 大爷 您出院了 哎呀 大爷 我跟您说啊 您没重影 我们俩啊 是双胞胎 昨天呢 就是我跟于小脸 给您送的医院 那昨天谁跟我相得亲呢 我 我是哥哥 那介绍人给我介绍的是谁呀 我 弟弟 郭亮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 美美是这样 昨天我不是跟于小脸把大爷送医院去吗 我又怕耽误跟你这个约会 我就让我哥哥呀 替我跟你约个会 毕竟 我才有这便利条件 你看 你看你别生气 是不是 你看 大爷 你们俩 行行 姑娘听我说两句啊 这事都怨我 你说昨天晚上我要不摔倒了 你说你俩不知道咱们约会了吧 这是个好小伙子 有爱心 还有责任心 还敢担当 找这样小伙子 那就对了 挺大爷的 就找他了 行的啊 你有这么一个好员工也是这份的 你别看到名照于小脸 竟敢长脸事来的 刚才我冤枉你了 对不起 没事 我跟你说田经理 咱把这事解释开了不就好了吗 是是是 我记得点事没有 行啊 你行啊 你头子 你是头子 你说咱们现在生活里多好啊 是是是 特别咱老年人 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老有所帮 谢谢你们年轻人了 你们现在做的好事啊 是给后代人做出个榜样 这就是一代做给一代看 一代帮助一代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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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 大伙子玩下去了 哎 哎 谈恋爱去吧 啊 啊 谈恋爱倒行 但是你必须把这事啊 原原本本给我说清楚了 走 哎哎哎哎 哎哎 说你不幸福 哎 说谁幸福呢 找我啊 我啊 你多客人了 哈哈哈哈 这双包才多好啊 有时候啊 是真打不胜啊 哎呀 哎呀 谁这里啊 你们先忙着 我啊 给大爷送给你啊 对对对 别人带你送过去 没事啊 走道啊 你得 走道啊 对对对 你得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你 进来打掌 你说呢 挂照片 挂照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